你跳就到你前面去了 随时的异显还好 随时的异显 没事的 W削了呀但他也加强了 他猜打得变快了 他W现在对防御他有50%的伤害呀 额外伤害 别痛,他还点个法球 看他不是E上线了,可能又有E了 看错了 别躲掉了 我有个点火的没关系 为何7阿娜能弹杀武器呀 离谱了就 A3带走 OK 强势击杀 看他没扇尼把他杀了,扇尼杀不掉了 只能这样子 这把 好烦 这把我赶紧得做杀漏呀,巫妖那是杀漏 就巫妖那是杀漏 先巫妖吧 这个这个班门 可能第3天做不了暴的了 我一直在点 你一直在点 你一直在点 你走吧走吧 W也能流血了呀 以前的W不能流血了,我感觉这个鱼人也是加强了 这不算血肉这样的 给你讲 流血也能流塔 看到没啊 我的鱼都已经能腐蚀防御塔了 只要我的法材高一点 真不算血肉,说实话 我先走 流血也能流 他每流一秒啊,我这个 就是我买了个药,我算吧 我猜他很快 没 每5秒 5秒才能产生疑似吗 当然我零星链手也能捡这个吧 无数正常攻击防御塔,没有来的时间 我每秒掉血他都能这个 我为什么差点变快了 我知道了 每秒掉血我这个巫术合计一直在触发 各位 就是我这个流血 他这个巫术合计是一直触发的 加强了真的鱼人 他这个是加强 真的是加强 真的是加强 没想到就死不掉 三浪都不吃了还是追我 这能三浪都不吃了各位 疯了 来 能一直溜血 三秒里流血,我每秒就可以触发一下呀 不不不就是加强 这个改动只是 明面上削弱知道吧 明面上削弱你鱼人 但其实 暗地里加强鱼人 你们班就懂了 我很喜欢猜场 我班鱼人很喜欢猜场的 我不喜欢打算 对于我来说是这样 卧槽还会 还会这样拉扯 咬死你 流血 我的鱼毒配上虚空毒 这个班门我已经知道怎么玩了 就带TP了以后 带TP加仙弓 鱼毒虚空毒一起毒 开塔 无药纳石 杀龙 不打杀龙 只脱塔 我要换个死路吧 AA防御塔一下他就得掉一身塔皮 被我烫了 看得完事了 我现在要再试 我还在测试阶段 我再试试 实在不行再说吧 你批死 塔皮钱不钱不做呀 我们拖加快就把透塔留余了呀 透塔怎么搞不懂 线在对面就跟剑技卡密也一样 打他也是有点用的 这都能 这都能地击倒我 坏了 我先走 你打吧 你抓他吧 哎呦 这个普攻刷害有点高呀 我先试一下呢 我这鱼毒就很厉害了待会 总要想慢哈 很难玩 W的主动和被动也变高伤害了 明明两滴血有点少掉的 说实话 但法强起来了 应该掉的就多了 但我们猜的速度也不慢啊 因为我们W的主动和被动也都是已经加伤害了 然后加上流血加这个虚空 多了额外的三段伤害 W主动,W被动,W流血 不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我准备好了 我们摔开了 我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以小手 等看 啊 我死了 我這個E怎麼沒躲到傷害啊 被塔打死了 我們現在猜得很快了 想避移躲我的技能 不可能 所以你真的有了 能不能是否有生命 我一定會被塔打死了 那你不是要死了嗎 那你又不是要死了 就要死了 就這樣了 那你已經在死了 那個NAT 就要死了 是屍體就會被戰爭了 那你不想避免了 快去死了 那你不想吵了 那你不想吵了 E能多塔藏,但有时候最极限的时候躲不了 他的E没有以前厉害吧 在极限的时候躲不了塔藏了现在 他们打也不会来狗吧 他们打也不会来狗吧 等一下留6点 双倍快了一点点,快很多倒是没有 要闪现吧,滚一点 没杀了我 以前一直能躲强化普攻的 像机械人的E是一直躲不了的,但是以前是可以躲盖伦的E 以前可以躲盖伦的E 以前一起来 可以躲盖伦的Q,躲章鱼妈的W,但现在躲不了了 就是以前盖伦Q出来 都能一起来躲,让他的普攻取消 但是现在 你一起来还是会吃他的沉默 但是你会一起来,但是还是要吃那个沉默 跟章鱼妈那个W是一样,躲不了的 都被暗改了 之前是变躲的,之前怎么样能躲的 OK,轻松拿下